今天的主題其實跟溝通有關的 我覺得溝通 我在之前的一個影片我有提到 溝通的本質是你要去啟動對方 你要去啟動他人 也就是說溝通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抱怨 一種是用有效的言語 去讓他人去做某件你希望他做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那個主題主題是講說 有效的溝通長什麼樣子 就是要啟動別人 可是要怎麼啟動別人呢 這是一個我們那時候沒有討論到的重點 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溝通是為了啟動別人 我自己常常有一種溝通是什麼 就是我常常會有演講 然後我有蠻多演講是募款的演講 就是我站在台上面 我要下面的人聽完我正常的演講之後 把他們的錢拿出來做事情 比如說支持一些文物保存的一些研究啊 甚至文獻保存的研究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傳播性的一些研究啊 by the way 我順便講一下 我最近在接下來會做一個很酷的募款 是一個 當然我沒有給你們募款 這一個很酷的東西就是 你們應該要知道我有宗教背景嘛 然後我有就是在台灣嘗試設計 就是說用台灣很多人會做那種臨終關懷 可是呢這種臨終關懷都是針對人的 然後我們這個是針對毛小孩 因為很多時候毛小孩他需要的一套模式跟人不一樣 但現在很少人會真的去在意毛小孩的臨終關懷 以及後續的一些東西 對所以我們要把它做一個這樣的活動 那這當然也是要做募款的 但不是針對在座的任何人類 這樣好像在座 OK酷我只是講到突然想到 所以我常常有募款的演講的需求 我自己 那你知道我做我一個募款 我做我一個主講者 我就會覺得說OK 我要跟這些人募款 我要幹嘛 我第一個我要告訴他們過去我 我募到的款項我做我多少錢 然後第二個我要讓他們覺得 哇我很可信 你知道我很會做事情 然後第三個告訴他們這個事情呢 有多偉大 然後這個事情有多重要 然後他們自動就會把錢拿出來 一定會這樣想嘛 就是說在說話的時候 講的人的思考模式 很多時候是站在自己的本位立場來講的 他不會去 在我整個對話過程中 我不會想到 好我這樣子說他們會有什麼 真的能夠有效的讓他們被感動嗎 我這樣子說 真的會讓他們覺得這個很重要嗎 甚至於他們真的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代表他們一定會支持嗎 這是兩碼的事 所以像我自己就永遠都有這個挑戰 我自己覺得這叫做直男邏輯 什麼叫直男邏輯 就是你的對話是機械型的 你的對話模式不是去考慮 對方有沒有被你的言語給激勵 你也不是去考慮說對方 聽到你的言語之後 會不會照著你想要他做的事情去做 你只是跟他分享一個資訊而已 所以為什麼稱之為直男邏輯 因為我自己有很多同性 那個同性戀的朋友 就是同志朋友 然後我自己 我自己也常被人家懷疑是同性戀 但我不是OK 我覺得同性戀很酷 我覺得他們在看待事情的時候 非常細膩 這比較可惜 反正我就不是 相對來說我的朋友之中 同性戀比直男多 因為我覺得 我雖然自己是直男 但是因為我覺得 同性戀在看事情的時候 的那個細膩程度 以及他們的那種幽默感 比較是我能夠catch到的 然後直男很多時候看事情 就是我覺得好笨喔 這樣 所以我常常 我常戲稱為直男邏輯 直男邏輯看事情 有一種特性 它的反應是很機械性的 比如說 他不會想到所謂的QBQ 就是說Question 就是說有一個QBQ這個詞 就是說Question behind question 就是問題之後的問題 比如說 如果你今天你女朋友跟你講說 我們好久沒有去 我們好久沒有去吃火鍋了 假設 當你聽到人 當你很多男生 當他聽到女朋友說 想要去吃好久沒有吃火鍋的時候 很多男生他根本不會去想說 這句話背後 那女生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他就會覺得 他跟我說很久沒有 然後我就說 喔對阿很久沒有 然後男生就會覺得 喔我回應你了 可是其實你沒有聽到 他背後那句話是什麼 他背後那句話可能是 我們要不要一起去 或者是他希望你帶他去 或者是他重點才不是吃火鍋 而是你們一起出去吃飯 Whatever 就是很多可能你知道 但是直男根本不會收到這些訊息 直男聽不出對話背後的那個情緒 所以直男在溝通的時候 也不會思考到 要怎麼去激發他人的情緒 直男在溝通的時候 那個邏輯是非常奇特的 我講一個我聽到的段子 就是說據說呢 有一個死題就是說 如果一對男女朋友在電影院看電影 然後旁邊有一個路人女生 就一個路人 就隔壁座的 他打不開一個 剛好我手上有一罐罐子 他打不開一個寶特瓶 然後他如果拿給這個男生說 你幫我開好不好 這是一個死題為什麼 因為男生如果幫這個女生開 他女朋友可能會生氣 他如果不幫這個女生開 好像又不太禮貌 所以根據據說 這是我聽到一個有趣的 有趣的一個內容 據說呢最好的解決方式是什麼 是他把這個罐子拿給他女朋友 請他女朋友開 他女朋友如果打不開 他再接過來說 說我幫你開 我不是幫他 我幫你把他打開 好很多男生一定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很多人也會覺得這件事很奇怪 對我來說也是 可是這主要原因是因為 同樣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結果 是因為你給你的女友 帶來了不同的感受 不論是行動 或者是溝通的本質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就是要去意識到 他人行動背後的情緒是什麼 以及我這段對話 希望他產生什麼情緒 這樣才能擺脫所謂的機械型對話 也就是所謂的直男邏輯 溝通的時候使用直男邏輯 或者是使用 whatever就是你用這種溝通模式的時候 最常出現的狀況是 你根本不會在意 對方有沒有想要聽你講 你先天性的認為 別人就應該聽你說 我其實我覺得 我有時候會跟大家玩 玩那個快問快答 By the way 現在還在玩 所以就是 如果你滑來看那個 你現在在看 如果你現在在看直播 如果你看我的Instagram的 現實動態的話 你就應該會看到 那個叫什麼 你就會看到我在裡面 有問一些問題 就是說你可以 你什麼時候回答 然後我發現很多人 根本不會 最常就是用這種直男邏輯在做事 你根本不在意 對方有沒有想聽 舉個例子來說 我最常看到的狀況 我剛剛才回答一題 我看一下我剛剛那題是什麼 我覺得我剛剛那題回答很酷 他說 這個朋友的問題說 談戀愛前 怎麼才能確定 我能夠守著 要照顧他這個承諾 OK 所以當事人應該是個男生 然後男生說 要跟我女友交往之前 我要怎麼確定 我一定能夠守護 我想要照顧他一輩子 或者whatever的這個承諾 好 然後他自己也說不好意思 好像問的怪怪的 OK 我念起來覺得蠻拗口的 可是我的答案是 先確定他有沒有想要你的承諾 我們有時候根本沒有去在意 人家要想要什麼 我們單方面的就宣布了 你知道吧 就是我們不會去問 我們是宣布 我們就宣布說 OK 你應該要跟我在一起 然後你應該要讓我照顧一輩子 很多男生溝通方式是長這樣的 當然其實不是男生 但是因為我自己是男生 罵男生比較沒差 很多人溝通方式就是 根本不在意別人想什麼 他就是宣布告訴你說 就是這樣你應該這麼做 然後他也不會想說 我要怎麼讓他也跟我這麼想 一個聰明的人不會 直接想著我要怎麼宣布 怎麼通知他 不是要諮詢 要通知你知道嗎 要怎麼 你都不會想說我要怎麼去 怎麼去 我們都只會想著我要通知他 你要被我照顧一輩子 我們不會想著我要怎麼 讓他主動想要被我照顧 我在之前有一個直播上有談到 所謂的原就是 傳統的管理學跟現代管理學 最大的兩個差別在什麼 傳統的管理學的權威是由上而下的 現代管理學的權威是要你要啟動他人 也就是說 如果你只是想著單方面的 我要這樣 我應該如何 當你把對方的所有反應 當作理所當然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根本沒有辦法 跟對方達成共識 你也不是真的尊重他人 只有在尊重他人的情況之下 尊重他人做出的選擇 你才有辦法 你必須先做這件事情 你必須先前提是 你必須先有一個意思就是說 我的目的不是告知他 我的目的是要啟動他 你必須知道這件事 你必須讓他自己做選擇 但你在旁邊就是 當然散風點火 讓他做出你想要他做的選擇嘛 這樣子的溝通才有效 所以溝通的核心 就是說有效對話的核心 根本就不是你要宣布什麼 或通知什麼 而是他想不想要聽你要講什麼 這是超級重要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個例子裡面 當事人非常奇妙的 完全沒有在意 對方有沒有想要被他照顧 沒有耶 他就是單方面的通知說 OK你要被我照顧我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覺得 蛤 What 你還好嗎 親愛的 在意他人有沒有想聽 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認為別人 就是不要先入為主的覺得 別人就應該要聽你要說什麼 不要機械型的對話 要聽到他人背後的情緒 然後同時呢 要去思考他人想聽嘛 再來第三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不要用過多的資訊跟理性來溝通 我講一個段子 這也是我聽說的一個段子 據說小布希在要打那個 他是伊拉克戰爭是嗎 就反正他打那個戰爭的時候 他跟他的國民們 他先對他們國民們做了一個通告 就跟他們講的一個告知 他攻擊阿富汗的時候呢 他就跟國民們說 我們要打阿富汗 因為阿富汗有什麼核子彈啊 有什麼數據啊 哇啦哇啦哇啦 他就直接向國民們提出這樣的訴求 據說國民們沒什麼反應 那下一次的時候呢 小布希就換了一種溝通模式 小布希就說 我們要打阿富汗 因為阿富汗呢 就裡面有恐怖分子 然後這個恐怖分子呢 就開始欺負他周邊的國家 非常糟糕 就像那個 我們住在隔壁的那些惡霸 會欺負別人一樣 所以我們要 就是幫這些被欺負的國家 產出這些惡霸 結果全國人民就支持他 據說這是一個段子啊 就是我沒有特別去考證 是不是真的啦 我聽到一些一些精英階級說的 這兩個對話模式 其實就彰顯出 他的這兩個故事 就彰顯出對話 或者說溝通技巧的差別 在第一個技巧之中呢 他並不是以一種情感上 同理的方式來跟你分享資訊 他是跟你講數據 就是為什麼數據讓人無感 因為人認知事情的時候 不是靠數據 人認知事情的時候 是靠過去的經驗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我現在給你看一個就是 這十年來 然後 好不要說十年來 我們說這三年來 這三年來最大最嚴重的影響 幾乎全世界問題是什麼 我不知道每個人怎麼看 但是根據大部分的 就是西方的精英階級認為 是難民問題嗎 難民問題對歐洲產生政治的改變 對美國也產生政治的改變 好如果我現在給你看一堆數據 告訴你說有多少難民在什麼時候 在那裡登錄然後如何如何如何 我給你看一張大的數據 我講的再詳細你都不會有感覺 但是如果我現在給你看一張專業的攝影師 在敘利亞看到一個小女孩 然後看著他自己父母死掉的 屍體的一個側拍的照片 這種照片一定馬上傳播到社群網路 然後馬上在時代雜誌 各種雜誌上面瘋傳 為什麼理性跟冰冷的數據 沒辦法讓人產生想法 但是那個照片可以 當然我們可以說人是不理性 這是第一個重點 但第二個重點是因為 那個照片會給我們觸發一種感覺 我們會有震撼 數字不會給我們帶來震撼 數字觸發的是我們的理性機構 理性機制不太會讓人做事情的 會讓人下決定跟下判斷的 是那個觸發感 是那個情緒 所以一個有效的溝通 或者說一個你想要讓他人理解 你說什麼的溝通 你必須讓他人有一個情緒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 我常常遇到這種直男對話問題 一個男生來跟我講說 他想要跟他女朋友說 他想要出國讀書 然後我就說OK好 你要怎麼說服他 他說我要跟他講說 因為我的未來如何如何 然後我爸媽怎麼說 然後我就必須去讀那邊去 去美國 那邊才有這個學科 我說好然後呢 他說然後就可能跟他講說 之後有可能會工作 然後工作之後會怎麼樣 然後就是 我有可能回台灣工作 有可能回美國工作 就講了很多這樣 好這個對話 這前陣子發生一個事件 這個對話 第一個讓我聽 作為聽的人 我就已經很不滿 我自己不上女朋友 我根本就已經很不滿了 第一個你的對話裡面就是你 你根本沒有 你是在通知你女友 表面上看起來是在問她意見 但你在通知她 所以這已經讓我夠不滿了 就是我覺得 你根本就沒有尊重對方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我作為一個聽眾 我聽完這整段對話之後 我就是不滿了 我就是覺得 你現在是怎樣 你現在都自己都想好了 你問我問個屁啊 OK我的反應可能超級無敵女友 莫名其妙 我就把我的想法跟她講 我說我作為一個旁觀者 我都不是當事人 我聽完你這段對話 我都覺得無法忍受了 你覺得呢 我說你可不可以想一想 你說完這段話之後 你女朋友會怎麼樣 你的她有什麼感受 你要想一下 你說了這段話之後 對方的想法跟感受是什麼 她會覺得天啊好 謝謝你跟我分享感恩戴德這樣嗎 不可能嘛 所以這就是一個無效的溝通 我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想像這種溝通模式 你通知他人 然後你卻希望對方就是很開心 你會以為自己是皇帝是不是 好我講到有點激動 但我的意思就是 你在講一段話的時候 你要達成有效溝通 最簡單的一步就是 你要先動動腦子 想想看我這段話 從我嘴巴噴出去之後 對方應該會有什麼樣的感受 想一下我這段話 會給他產生什麼感受 非常重要 如果你說一段話 然後你根本你自己聽了之後 你知道有時候很多時候我們人 只是沒有往下一段 人都有基本的那個邏輯跟理性能力 我們只是沒有用它 如果你自己聽了 自己說完自己聽了之後 都覺得好像有點不是很開心 但你覺得對方怎麼可能聽起來開心呢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告訴他 怎麼去修正他這個對話模式 我跟他說 你要讓他知道 你去美國 whatever 讀書 跟你們兩個之間有什麼關係 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 你不是在通知他 你是在跟他分享 希望他給你意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如果希望他支持你去廢話 不然你幹嘛跟他對話呢 你一定是希望他支持你去 你要讓他知道 你要讓這個對話變成 讓他產生一個快樂的感受 比如說 如果我在那裡 我可以常常帶你來玩 雖然我們離得很遠 可是我們的未來會變得如何如何 你有沒有想 你有沒有去過美國 你沒有去過美國 美國的哪個地方很漂亮 我想要帶你去 我想要在這邊等著你 你要讓他聽完這個對話之後 感到是舒服的 那舒服的最簡單就是賣未來 這是很直笑的東西 那不是今天要講的重點 第三個 你在描述這整件事情的過程中 你要帶入夠多感性的元素 而所謂感性的元素就是 有一個叫無感 就是你眼睛看到耳朵 聽到鼻子聞到 舌頭嘗到 跟身體感覺到叫無感 你想要讓對方跟你有共同的想法 你要有無感 比如說 你不能就是跟他講說 然後對阿 我就住在加州阿 然後你就可以來阿 撒小 就聽起來一點都不吸引人 你要把無感融進去 比如說如果我住在加州 你可以 我會想要你來找我 我們可以一起曬太陽 我不知道加州我們太陽 我隨便講了 你要有具體的感受 我們可以一起去吃什麼 我們可以一起去哪裡 等等等等等等 這只是隨便一個例子 你想要說服他人之前 第一個你不能以通知的立場 你要以詢問的立場 最簡單的 第二個 你要想你這段說話之後 會給他產生什麼感受 第三個 你要讓他有無感 你知道嗎 就是你要 你要讓他因為你的形容 而變得開心 而變得雀躍 而變得支持你 不是你跟他通知 然後等著 然後之後再抱怨說 我女朋友很不講理 那是你自己沒有 不講理的是你好嗎 你根本 你根本就沒有要跟人家溝通的意思 所以一個有效的溝通 他長得 他至少他的樣式是這樣的 他是必須 不是機械型的對話 你要聽到 聽他人說話的時候 要聽到他背後的情緒 說話的時候 要想到你會給他帶來什麼情緒 你要想他有沒有想聽 這很重要 第三個 你要是讓他產生情緒的時候 為了讓他產生開心的情緒 你要把那個情景描述的具體 也就是你必須以所謂的無感的方式來溝通 就是眼睛看到 耳朵聽到 鼻子聞到 舌頭嚐到 身體碰觸到 這些是最基本的條件 如果這些都根本沒有構成的話 你這個溝通是失敗的 你這個溝通一點都不會勾起人家的興趣 你知道為什麼有些時尚 我們都知道嗎 看那個飲食節目 看那個美食節目 看久你就知道這個美食節目 有沒有很說服人嗎 就是如果你看美食節目 然後那個主持人說 這個味道很特別 你大家都知道這不好吃了 我上個禮拜去吃一個墨西哥菜 然後他就有一道菜叫做什麼 酸辣茄子 然後那個主持者 就是那個老闆跟我說 那個老闆很酷 他是一對夫妻 在我家樓下 他是一個印度 男的是一個印度人 然後女的是一個西班牙人 還是南美人 我其實不分敗清楚 但是他講西班牙語 這我聽得出來 然後他們就做了一個叫酸辣茄子的東西 然後他那個酸辣茄子的東西 就是我在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哪裡怪怪的你知道嗎 我這個人本來就不是一個愛茄子的人 但是吃到酸辣茄子 我就更覺得哪裡怪怪的 所以 所以就是他 因為那個老闆很推薦 他跟我說這是一個什麼厲害的創造 墨西哥菜跟印度菜的結合之類的 然後我就覺得哪裡怪怪的 好我就吃完了 然後吃完之後我要結帳 然後這個老闆就 我們都說英文講話 他就問我說 你喜歡嗎 然後我的回答就是 我就回答說 這道菜很特別 It's extremely special 然後他竟然聽得懂耶 這我原本以為說很特別代表我不喜歡這件事 只有華人知道 或只有台灣人知道 他竟然聽得懂他馬上就笑了 他就說 他就說 我知道你感覺出來你不喜歡這樣 好 這我覺得很酷 我不知道怎麼講這個 這跟剛剛講的就是所謂的那個 無感這件事情 另外一種狀況是什麼 我覺得相對是什麼呢 就是韓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韓國 韓國的那些就是電視啊 他們超會把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東西 拍得超好吃 然後一個很普通的街景拍得超漂亮 然後等你自己去的時候你就再怎麼拍都拍不出那種感覺 所以 像我就很有這種想法 因為我就常去日本然後偶爾去幾次韓國 然後去的時候就覺得 怎麼好像跟電視上不太一樣 這就是那個 無感的具體的情景 媒體傳播其實也是一種溝通嘛 當他傳播的時候 他給我創造一個很具體很美好的韓國的一個感受 一個體驗 但我當我時機去的時候沒有啊 所以 也就是說 這也是另外一種對照的東西就是 創造出具體的無感的美好 可以讓人更願意聽你講什麼 願意看什麼 有時候會喜歡看那個美食節目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拍得很好嘛 對吧 這也不是我吃到了 而是那個無感的情景很棒啊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訂閱我們快樂大學 Happiness University的YouTube 以及按我們的鈴鐺喔 最後你按了鈴鐺之後 你才會收到我們的每一個影片的發布通知 同時還有熊仁謙的Instagram跟Facebook 在這裡呢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各直播一次 討論一個主題以及介紹一本書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